170文匯報,落藥房女友左打機獨男罰4300 2015年7月10日國際新聞環球Live A22德國東部一名23歲青年 為免女友左愛他與朋友玩電子遊戲, 竟將鎮靜濟加入女友的茶中,令他一直熟睡到翌日中午, 到公司上班時刑事紛紛肉碎,他被法庭判處傷人罪成, 罰款500歐元,約4288港元。 事發於去年8月,被告與朋友打機期間,女友回家,他不欲中斷, 於是在他的茶中落藥,他聲稱只用了4-5的鎮靜濟 但法官指女事主被下約後沉睡不醒,被告的行為無疑是有預謀的身體傷害 女事主在事發訴日後因無法再忍受被告吸毒而分手, 被告在庭上承認當時行為愚蠢,但指自己已經改過, 報導指他已戒讀10個月,獨立報德國的Lokio網站。 咖啡狀 所採用呢 在前提到